欢迎回到台湾大搜索 南投的太极峡谷 因为陡峭危险封山至今 只开放了竹山天梯 成了暑假的旅游圣地 如果你去过就会发现 有一个小土地公庙 有一次有个老妇人 失足坠落山谷 以为没命了 背后却好像被什么力量勾住 她回头一看 一期看到一个 长胡须的白发老人 拿着拐杖勾住了她 是老太太眼花了吗 原来路上又很大 一路上过弯即驶 直奔太极峡谷天梯 一个转弯却突然停下脚步 两片瓦房飞泣成一间小庙 里头祭祀的就是当年 在太极峡谷意外身亡的罹难者 因为这里曾经是 太极峡谷的入口 也是当年停放28具尸体的地方 当在民革75年的时候 我们搜救的团队就从这个地方 开始把大体这样印刷了 生难后几年 这块地一度成为 山里最阴森的路段 20年后 当地居民为一名 跳水救人的救国团员 林郡胜利碑 同时也替亡死的28名 罹难的男女孤魂律词 然后让他们能够把它更衣 还有沐浴 洗澡换衣服 其实南投的太极峡谷 分为上中下航段 民国75年发生事故的地点 至极落实平凡 依旧不开放 但峡谷的上航段 在民国94年开放了天梯步道 青龙瀑布 以及一线天等 让游客可一窥 峡谷之美 走上天梯 地下是近百公尺深的峡谷溪流 让人感受到人类的渺小 前远蔡承薇说在天梯的下方 那一间小小的土地公庙 有着一段特别的民间故事 以炙石为屋 溪谷为地 一张供奉的木桌 竟然就是一间土地公庙 够到这儿好惊喜 找到一个好老婆 找我们土地公婆就对了 就是求平安然后有好意愿 土地公坚韧月老 究竟临不临见仁见智 但从岩壁上贴满满的还愿纸 看得出来 当地人对土地公的信仰很深 原因要从三四十年前 一位衰落峡谷的老太太说起 那个阿婆她黄昏了 然后到了这个地方 拜拜完了之后呢 在前面的一线天太紧峡谷 就跌倒了 然后跌倒就钓到那个峡谷里面 但是那峡谷的时候呢 她一直想说奇怪了 那晚上 那后面怎么有东西勾住它 然后她钓头往前看 是一个阿伯 一个很长的 刘福之的一个阿伯 用一个拐杖把她勾住了 隔天阿婆顺利被救起 土地公救人的事迹就此传开 一段神明救人的故事 和一间供奉孤魂的万善祠 一座义士的石碑 一庙 一瓷一碑 宛如守护者 当地人认为他们的存在 让原本峡谷窥之不去的阴影 似乎冲淡不少 或许你没有马基友的好运气 得到贵人相助闯新途 但能把握当下去做 就是最好的运气 而不管是山中的某行纳 还是金陵王粮 现代医生的说法 这都是心里的投射反应 我们从真实的故事中 渐往之来 寄取人生经验 请锁定每周日晚上8点首播 每周六校3点和晚上9点重播的 台湾大搜索 我是洪淑芬 我们下周见